为了让民众能体验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绿道 淡蓝百年山境之美 基隆市政府5月18号星期六下午 将在淡蓝古道中路的起点暖冬峡谷举办健走 同时也将结合一场台日友谊步道的地节交流 来行销暖冬峡谷 推广国际步道观光 其实我们淡蓝古道是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 那我们其实每年都有在针对淡蓝古道 做一个健走活动来做推广 那我们今年也在5月18号要来办理这样子的健走活动 那只是说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有跟日方来地节一个友谊步道 所以我们今年也会在暖冬峡谷的入口处 来做一个接牌仪式 淡蓝古道跟日本工程县的偶来四条步道 来分别做一个友谊步道的地节 那我们淡蓝古道基隆边代表的路线 就是暖冬峡谷步道 那我们是跟日本工程县的登米路线 来做一个友谊步道的地节 就是会有更多国际交流跟合作的可能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推广国际步道观光 那也让更多可能国际的旅客 或是登山爱好者 可以来了解基隆跟暖冬峡谷 那我们这边欢迎基隆市民 可以参加暖冬峡谷的活动 因为暖冬峡谷它除了是国家的绿道是第一条之外 然后它其实有用非常多的一些自然景观以及人文特色 像是滑铺地形、峡谷地形 然后还有暖暖的一些湖穴地形 这个其实都是暖暖在地的特色这样子 然后另外这边也有淡蓝古道非常有名的人文特色 就是土地公庙的部分 那个淡蓝古道会有众多两百多座的土地公庙 那暖冬峡谷这边在终点处的时候 折板处这边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土地公庙 百年土地公庙 然后另外大京农场 这边也保持了我们传统的一个蓝染 蓝染的一个产业这样子 那这边欢迎基隆民众可以和那个携手 然后和家一起来暖冬峡谷来做建筑活动 暖冬峡谷步道位于淡蓝古道中路的第一段路线 沿途山林风光 也是早期鲜明踏上淡蓝古道 来到暖暖老街交易的必经之路 蕴藏丰富的人文历史 市府也透过手座步道与生态工法 就地取材重塑古道风貌 希望透过活动推广 带领更多民众走访暖冬峡谷 也透过国际步道的交流推广 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 记者黄吹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礼民众离 好 更多元